二零一七WDC職業國標舞 世界大賽的亞洲賽台北站 二月二十八號即將於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場 目前已經有三十個國家 共九百三十七位國內外頂尖舞者報名參加 爭取三百三十萬台幣的總獎金 主辦單位也特別邀請到熱衷國標舞的藝人小嫻 擔任親善大使 和大家分享自己跳舞的心得 其實我大概在幾年前開始接觸國標 然後一開始坦白說還蠻沒有信心 因為我發現他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然後後來就是也是有經過一些挫折 可是當我願意去面對他的時候 不要逃避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慢慢慢慢突破了 從二千零八年首度引進 今年已經是WDC亞洲賽 第九次在台北舉辦 主辦單位更首度創設第一屆金舞獎 希望未來能夠推廣成為 台灣國標舞界的金馬獎 肯定國內選手也吸引外國選手的盛會 我從這裡發跡 所以我想要從這裡再回饋社會 回饋國標舞這一塊 那因為台灣選手我自己走一路走來 真的是很很很少企業會來支持國標舞 那我就覺得說我就立志要把國標舞 這一塊的專業度做到最頂級 今年的國標舞世界大賽台北戰 將從二十八號早上開始一路進行到晚間 包括世界最頂尖的前二十四強選手都會齊居台灣 不管你是看熱鬧還是看門道 一年一度的台灣最高水準國標舞盛會都不能錯過 我來體育新聞